WTO 上課囉 這句話我想可能是跟橄欖節有關的吧 因為我們橄欖節前 我們都在準備好多好多要吃的東西 橄欖節當天火雞很熱 可是再過來 我們那幾天火雞就變冷了 沒有那麼好吃 也沒有橄欖節的感覺 所以就是Go Cold Turkey 這樣子壞習慣馬上就來了 好 學會了嗎 Go Cold Turkey 趕快去改掉你的壞習慣 好 學會了嗎